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ETV的《港行講事》 其實法國香港政壇真的太多的假猩猩 很簡單 民建聯就不罵 因為說真的罵來罵去都是這三個屁的 罵去我也覺得沒意思 我今天想說說泛民的霸道 山頭主義 想說說泛民的陰司 想揭揭那些陰司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留意了很久的 我相信一直留意香港政壇的朋友 他們組織了一個泛民 類似是投票聯盟 所有泛民政黨都在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不公平 因為這絕對是一個分裂 你是不是把一些民主派的同路人 很流行說這句的同路人 撥出民主派 為什麼有一些可能是獨立候選人的 因為老實說不是每個 不是每個關注會 不是每個黨派 不是每個組織都這麼有錢 好像民主黨那樣 說年年假六四 年年有錢收的 你看看 全都放在河包 那個屁股漲到 看看塗完水那些塗得多疏疏 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個個不是那麼有錢 不是那麼大黨派那麼大之東西 但是我深信有很多的候選人 獨立的候選人都是本著一條心 都是為香港好 好像伊伊那些 其實他塗完水是自己出錢的 他去塗空是自己出錢買機的 他們去選是真的靠自己的 不是說執取錢 不是說擺街站 好像六四那樣去收錢 不是這樣的 但是泛民呢 就是我問了伊伊 他就說有沒有問到泛民那邊的 泛民那邊就好嘞大之東西 這麼說 蛤 他沒有哭啦 我必遲些辦一次啦 他就說 要等他們所有政黨 額頭才行 我就想說 嘩 那麼大之東西 原來加一個人進來要這樣 其實你很簡單一句 你就是不歡迎這個人進來 如果你是歡迎一個人進來 你會不會先問他們 精訊所有意見 你很簡單 政府都不會這樣跟你說的 政府都是說 我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我再行這個政策 我不會說 我要問所有持份者才行這個政策 那你做到九七啦 你這個擺明是不友善的態度 那我就覺得很假 因為當時驗完水的時候 老實說 我們台上就有個很好的博士 博士就真的很無私的 很大方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君子 因為別人叫他 他不會想像那些人一樣假 想像政黨的利益 民主黨可能不會說 哎呀這個民建聯的博士 或者我不請 或者哎呀不借這個人給民建聯 就不會的 博士就很好的 你找我嗎 好啊幫你驗吧 所以呢 民建聯 民主黨呢 那些掛在這麼多九龍區的海報 有什麼爭取驗完水 黃碧雲的樣子很厲害 全部都是博士幫他驗的 那時候呢 他就又說 找博士 挺好的態度 挺好的 但是到現在呢 就轉了個嘴臉了 就是阿姨就 問黃碧雲 喂 為什麼你海報這樣 你打給誰啦 打給那個秘書 還不知道什麼啦 那那個人就很拉大 就說 要等所有人要先頭 那為什麼兩個態度呢 就是當然我們都很明白啦 有時中無義無時下營春這件事 但是我們不相信是一個這麼大的政黨 到民主黨 就是曾經是立法會最大的政黨 居然是有些這樣的 對他的同路人 就是博士很喜歡說同路人的嘛 博士很重視同路人這件事的嘛 就是泛黑會啊 還是什麼會 博士都會要找公民黨 一起商量好大方的嘛 但是我就不明白 現在這次呢 居然這麼小家種啦 就是原來是 小小的聲音都容納不了的 就是一定要意見統一的 那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跟中國的統戰部有什麼分別呢 阿興姐你這樣做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黃碧雲那些不罵他啦 小喵爺了黃碧雲 黨主席你這樣跟 中共黨輸的有什麼分別呢 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 你有同樣的思維 同樣的mindset 所以你就可以進去 這個中聯辦跟他開會 聊天呢 是不是都因為這樣 就可以上去上海 跟中共的領導人聊天呢 因為我們就聊不到天的 阿姨都聊不到天的 因為他就吵完之後 就被人拿去打靶了 真的的 他這樣罵人家 中共的領導一定拿去打靶的 聊不到天的 那你問其他那些 可能梁家傑那些 都未必聊得上天的 長毛那些更加聊不到天的 因為一上去就立即被拖下來的 聊不到天的 因為我們相信那套價值觀是不同的 我們都相信多元自由的聲音 我們有廣泛的氣度去容納不同的意見 但卿姐就似乎不是啦 派一條小孩出來 又耍又玩 我覺得不要緊的 你不歡迎阿姨姨加入 沒有所謂的 因為我相信 不是每個人都合作得到的 或者你想和她合作的時候 阿姨都未必想和你合作呢 但是我相信每一個人 那麽大一個人 十八歲 即你都六十八歲的了 阿兄姨 阿兄婆 那樣 我希望你都可以 對自己負責任了 即是怎樣都好 有一個小小的交代 即是跟阿姨說 哎呀未必能加入你 他們未必能同意的 有些人不同意 OK的 大家都是大人好 就是OK的 不合作 大家繼續選 阿姨不通話 不但你們要讓我進去 其實不會的 但就不要這樣玩 整件事就是泛民很少 其實是你見到的 例如好像之前說 人民力量 不論人民力量的政治立場在哪裏 不管是什麽的黨派 有誰支持 燒生也好 還是生火也好 燒什麽也好 燒紙也好 他們就很明顯是 對人民力量是覺得他爛仔 其實不要說人民力量 你們以前對長毛也是的 都是覺得他爛仔 都說不是同路人的 但我相信共事過 沒有合過 大家就會明白 但阿興姐的態度就不是 就是越來越 武斷越來越獨裁 不是 你錯了 你說不到我的點子 你說吧 為什麽他覺得 社民年不是爛仔 因為社民年有個年輕人 不知道叫什麽名 好像叫阿明 王浩銘 因為他就擦著大學生鞋 那些大學生 既然你要這麼大的黨 要擦著大學生鞋 為什麽要選給你這班老爺 是吧 他才說 長毛不是激進派 是吧 人民力量激進你的長毛 說了一個點 還有一件事 他們為了政治的選票 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民主黨 他們甚至是 譬如那些啟程村 為什麽要這樣做 為什麽就是驗那些村 不驗香港人多些 白田村 還是不驗那些 為什麽呢 因為那裏多新移民 新移民是票倉 他要拿新移民的票 所以不是驗這些多新移民的村 不是我 不是我屈他這些新移民村 你去聽聽新聞 訪問的啟程村居民 大部份都有口音的 水泉澳村那些為什麽有移民 因為又是新移民 其實你這樣做 我覺得很卑鄙 你這樣利用了教授 難聽你說的 是中國人的說話 就是打完齋不宜和尚 打完齋了 驗完了 拼了拼了拼了 博士你拼了 阿伊麗你不要進了 你不要搞那麽多事了 我先問一下你的意見 這樣其實你不是不歡迎嗎 為什麽不歡迎我呢 因為李卓人 經常利用一些工人 我不是剷他 是 大哥好像葵宗那樣 你拿了工人 你出鏡 工人就躺在那裡淋雨 李卓人第一個不讓我進去 那你就不准不讓我進去 喂 好像那班大壯黨那樣 他覺得自己高高在上 哇林依依是很爛口的 喂 你管我爛不爛口 是不是 你現在什麽叫齊心 你根本就搞分裂 你根本是第二梯隊 我覺得 所以就全部都帶光環 各個位置都帶光環 所以阿伊才不罵人家 入民建聯 那個人都未必值得入民建聯 劉慧卿那些應該入民建聯 所以你見到民主黨 很多人入了民建聯 你怎麽知道他不是民建聯 你怎麽知道他不是民建聯 可能是 你怎麽知道他不是中共間諜 可以進去聊天 看你能不能進去聊天 就是了 一定是 你這麽搞法 所以希望真的 灑爛眼睛 這個時候 我就叫人不要投票給泛民的 老實實 真是很壞的 白民投票給獨立 因為各個政黨我都不相信 真的不相信我騙人 不過我們其實是掛香港關注 我們都是獨立 但是我們說真的 我們從來沒有改變過 就好像他們那樣去中原辦聊天 是呀 我們沒有改變過 他們那些什麼敵戰 都去了民主思路 跟中共聊天 說給副局長他們做 那些瘋子 總之這次老實講 你說你要找我不到 就說謊 為什麽你不投票 全部對建制派 那些人 那些 喂 你有他們的資料 是不知道 不是呀 不是政黨 獨立人士 都有進來參加的 為什麽獨立人士知道 我不知道 你們搞了這個黨 你找到我來找博士 那些獨立人士是什麽呢 就是多數是泛民議員那些 在理 那就是獨立人士 是呀 是這樣的 民建聯員都是做這些招 那你即是沒有人說人家六八九 是呀 大家都可以這麽壞 你自己數一下幾多人 是六八九 是什麽一樣 他沒有六八九那麽多人 是呀 他一定沒有他那麽厲害 不是 那你和他都沒有分別 就不要笑人家小語 是呀 總之有五十步笑八步 這個世界 就是太過分了 是呀 所以真的都說投獨立最好 不要投政黨 不要算政黨 不要算政黨 是呀 因為他們都老了 是呀 全部都買了本床 因為你要拆結大學生的鞋子 為什麽還要選你呢 是呀 那就選大學生就可以了 是呀 但他們就覺得大學生沒有經驗 他們是老屁股 但你不覺得他們那個 就是 嘴唸 那些鞋子呢 就是領著人家的鞋子來走 領著大學生 是呀 喂 有什麽搞錯呀 拿大學生的光環 是呀 喂 你人民是激進派 社民連不是激進派 啊 因為社民連那個阿銘 就拆著大學生鞋子 是呀 那你就打算拆著阿銘 就拿著大學生來搞 嘩 那我用什麽選你呀 唉 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的 他們的人不明白 根本他們已經沒有了 其實老實說一句呀 你都講過啦 立法會選舉 見到他們那些大傘是怎樣的 是不是 他們每個人都這樣心態 你怎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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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我說什麽 就是又說什麽打尖 又說我先拍 我先拍 就是這些 胡曼靖 我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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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走一遍一隻給我先拍 各個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他們心想你都選不到的 誰對你這麽好 你明白 就是這樣 那些人 唉 胡曼靖都幫博士 真的有做事 但是他沒有利用過博士 哦 那差不多 都算是他人來的 他的頭都是 都是扮大事 你想見他的頭 見他秘書 哪有這樣直接來可以見他 是呀 是吧 選選學生的 就不需要選手 選選選腳趾 不要說那麽多 是呀 選民建聯 是呀 投民建聯一票 唉 哈哈 說多幾句 可能讓你回去做中常委 唉 創黨成員 唉 快點 談民建聯 唉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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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